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正念练习进入到2023年 我们还将讨论您应该去哪些地方寻找任何紧急的避难所食物和其他资源 这协助您从需要的冬季冻结中来恢复过来 如您所知呢 我们的广播可在欧姓公共卫生局的Facebook脸书上面页面或者YouTube频道上来使用 该频道呢 更容易呢 只要您去造访和您的家人或朋友来分享 请在呢 YouTube上面呢 予以储存并订阅买API Live播放的清单 以便将来更轻松的找到节目 我们将删除我们在聊天中的连结 这个月呢 真是一个疯狂的月份 从强烈的冬季冻结开始 许多家庭呢 在许多其他困难中停电 尽管呢 对每个人和那些仍在康复的人来说呢 都很困难 但我想呢 让事情朝着前进的方向去发展 以保持对我们如何恢复 重建和重新呢 拥有自我意识上面做一些关注 我想让我们呢 回想一下呢 上个月的那一集 我们根据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反思性的问题 反思了我们这一位置新的一年设定的一些目标和意图 今天呢 我们将把这些目标呢 付诸行动 并考虑呢 您可以采取的最初的几个步骤 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呢 反思去年 并写下我们的反思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更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想法 并找到时间开始研究它们 首先呢 如果有一些事情 您可以在纸上写下您的想法 来释放您隐藏已久或压抑在身体里面或脑中的一些能量 那你想要帮它说出来 在我们开始今天正念的练习之前呢 让我们坐下来了解现在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当您带着自己的情绪做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任何令您不安或不舒服的情形的话呢 请您小心来照顾您自己的情况 如果这意味着您在认可的时候需要暂停下来以下的练习的话 那就请您这么去做 这是拿起笔和纸写下您的目标和意图 以及将它们付诸行动的方法的好时机 但首先呢 让我们从坐姿 站姿 或者躺姿开始 都可以 要听到当地一声 我们就开始了 现在呢 将闭上我们的眼睛 或者将眼视线往下看 慢慢地吸气 气吸到您的腹部 然后呢 用鼻子呼气 现在深深地吸气 然后吐气 让我们的身体多一点连接 想象呢 我们的脊柱的向上伸展 当您以有节奏的模式 吸气和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脊柱呢 会变得更长和更直 这里的目标呢 是通过将我们所做的注意力 集中在呼吸上面 来降低我们的压力 身体的压力水准 让身体放松 当我们进行这种练习的时候呢 它会立即有助于平静我们的神经系统 这样呢 我们就不会在焦虑 恐惧 愤怒和沮丧 或者任何其他可能阻碍我们健康的一种 负面情绪中去运作 所以当我们使用呼吸 将我们的身体连接到我们的思想 和真实的自活的时候呢 开始做结束一天 这是一种绝妙的方式 花时间去反思或者参与一些活动 思考您的一天 或您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是照顾自己的好方法之一 因此呢 这里有一些快速的方法呢 可以将您今年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或者决议 或者意图呢 来付诸行动 第一呢 首先呢 安排时间在一天的开始或结束的时候 将您的想法组织起来 无论呢 是哪一种方式 都要超速时间 与自己和您的想法做在一起 使用呢 我在这里介绍的任何呼吸练习的方式呢 来说明度过您为自己设定的这段时间 第二呢 将您的想法组织到您生活的不同的部分 例如呢 如果您想花更多的时间 定期在家里烹煮任何健康的食物 您可以在您生活目标中的健康与保健部分下 将它组织起来 第三呢 一旦您弄清楚了生活中的这些不同的目标的领域 那么呢 将每个目标翻解为更简单可行的任务和时间快 譬如呢 在您的日程安排中呢 预留一些时间 提前做健康的 准备健康的膳食 您可能希望 每周安排一些时间 在一周中的某一天 去杂货店购物 事前呢 将计划 事情计划好 可能是最终节省时间的 非常有用的方式 第四呢 承诺从处理这些可操作的任务呢 开始新的一天 想想呢 以领域实现目标的一个垫脚石 保持这些任务呢 简单 一行 并留出呢 灵活性的一个空间 作为弹性 第五呢 在一天中呢 要留出一些时间 以弥补您之前 可能错过的东西 如果你无法完成 当天的第一项任务 那也没关系 及时呢 安排以弥补该任务 并稍后再做 那我们呢 坚持呢 可预测的一个时程表 是最难的部分 所以呢 但是呢 要保持 我们的承诺去做完 第六呢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呢 设定一个截止日期 是有用的 您希望看到这个目标 何时实现 或者您 希望看到这个意图 何时实现出来 如果没有结束了日期 那么就让自己陷入拖延 或在生活 再放生 您的目标和意图 会变得次要 而不是在生活中 任何其他感觉 更重要的事情 第七呢 也就是最后呢 尽量呢 减少分析 将手机呢 和其他电子设备呢 放到静音的部分 这样您就可以将 全部的注意力呢 集中在工作或专案当中 将这些工作或专案呢 已经占用了宝贵的时间 您也可以呢 随时呢 为分心呢 留一些时间出来 正如我们上次说的 正念呢 不仅关于我们的呼吸 和身体的建立联系 而且是一种 与我们的情绪 行为 及背后的动机 联系起来的方式 甚至我们自己 或我们的行为 有助于识别 任何可能服务于 可能不符合 我们更大目标的 行为模式 这种练习呢 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 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和做出更好的改变 对我们很多亚洲的父母 或者妈妈来讲呢 为了家庭 我们往往会忽视自己 所以希望呢 这几个技巧呢 能够让您更接近 今年的目标 现在呢 我们再深深地吸一口气 吐一口气 深深地吐一口气 谢谢您 加入我们今天的练习 上周的冬季风暴呢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让许多人家里停电 导致我们仍在恢复的 其他的问题 让我们呢 为可能仍在遭受 这些困难的个人 或家庭 提供一些救济的资讯 如果你仍然没有电 或再也负担不起 住在旅馆的费用 需要淋浴或睡觉的地方 请打311 或512972-2000 要求在紧急避难所 与Othin 311一起过夜 对于任何需要语言需求 请务必告诉接线生 您需要口译语言 并说明您的首选的语言 是什么 在我们的紧急避难所里面呢 有睡床 有沐浴设施 有食物 有水 宠物庇护所和充电站 可供任何需要的人 所使用 一旦您向Othin 311提出庇护请求 您可将在上午7点到晚上7点之间 收到回电 其中包括 有关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一个资讯 对于那些呢 无法获得食物或需要食物的人 请造访中央食物银行的访站 我们将在评论中删除这个连结 使用立即查认食物的工具 或者您可以致电211 找找您需要的食物 的食品储藏室 当您访问该网站的时候 或打电话呢 211 的时候呢 请务必了解 他们的食物分花的食洞 将任何人分发免费的食物 如果你所知道呢 并压住了许多树木的枝条 导致许多树木断裂或倒下 由于暴风雨 你可以拨打311 要求收集倒下的树枝 请在路边准备好树枝 以便免费 让他们来收集 Othin支援回收呢 ARR的工作人员正在不知不倦的 支支不倦的收集这些风暴流下的碎片 现在呢 虽然天气变暖了 道路已经开始清理了 但由于剩下的电力被击落 仍然存在许多危险的地方 树木呢 可能已经减弱了 可能还会继续倒下 因此呢 可以保持对周围环境 更多资源的提供 您可以到 Connect Tax的ORG 去找寻有关食物 住房 交通 儿童保险的资讯 许多虚拟的 这个多机构支援中心呢 可以致力于许多 服务提供 提供者 在那里找寻资源 并为受灾的影响的 个人和家庭提供资源 你可以在这个评论部分 找到这些连接 现在呢 我们到了这一局的 最后的部分了 请记住呢 我们在每个月的 第二个星期六上午 10点钟 发布MyAPI Live的新剧集 您可以在 Austin公共卫生局的 这个Facebook脸书的页面 或我们的 这个YouTube的频道上 才开最新和最早的剧集 请订阅 以过去最新的资讯 感谢您今天加入我 我们的下一集 将在下个月的 3月11日发布 请保持安全 健康 并善待彼此 谢谢您 Thank you